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们看完最后这间清水楼 不过这一间已经卖了 如果有兴趣就可以留意下它未来开卖的单位 它是一间四房独立屋连车房 它的车房是家里的花园旁边 门口可以拍到两至三架车 这间房子也算是大四房 它的面积是1433尺 我们可以先看看floor plan 这间房子的价钱是423000英镑 我觉得比较贵 跟之前一样都是freehold的物业 亦都是要付管理费 一年大约60英镑 今次跟大家讲一讲如何买新楼 其实这个题目之前都讲过 不过今集都可以拿出来再讲 其实买新楼很简单 不论你隔山买楼也好 在英国亲自去买也好 最重要其实就是你要有钱 什么意思说你要有钱呢 有钱即是说你的银行 要有足够买楼的那笔钱 发展商才会给你留单位 如果你说你未有足够的钱 要做mortgage 做按揭都可以的 你可以先问发展商的物业资料 在英国或者香港的银行 做一个按揭的预批 拿着预批的证明 发展商都应该会给你留单位 如果你不需要做mortgage cash buy 即是你现金的买 你也要留意一样东西 你下定之前 就最好跟发展商谈好些什么 尽量弄烂了臉 那批一些好够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面子很重要 就当我没说过 直接下定 有一样东西都很重要的 谈了有些什么送 最好就email black and white 写清楚 因为很多时候他说完之后 都会忘记了 所以在email上写清楚 就对大家有保障点 一般下定的笔钱 都是大约500至1000磅 就要问发展商 有些发展商是可以退回的 按parata按比例去退 如果你不要那间屋的话 下定完之后 就要开始找律师了 有些人都会问 究竟用发展商的律师好 还是自己找律师好的 用发展商的律师 都有些好处 就是价钱可能会便宜一些 和快一些 不好处就是会多脱楼 和他会做得比较少的searching 因为searching做得少 所以时间就会快一些 在买家的角度就会不太好 因为他不是在买家的角度出发 纯粹就是单方面为发展商那边 希望快一点成交到 收到钱为目标 所以就会快 找完律师之后 就要等一个叫做 exchange contract的日子 发展商通常都会设定很紧的日子 大约28天左右 但是很多时候都会超过28天 因为要做很多searching都做不及了 要发展商配合 给一些资料律师去做searching 其实那个时间很多时候都会过了28天 但是发展商就会吓你 说你如果过了去的deadline 都未去给首期 他就有机会将你层楼拿出去 但是我自己看过律师的文件 他就说发展商是没有这个权力 去令到你家屋再release出来 在市场买的 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如果你用发展商的律师 很多时候都说到这个deadline 去给10%首期的 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快 帮发展商快点收钱 所以大家如果之后要用律师 就想清楚是想要快快取 还是想要为自己的利益出发去决定 当给了10%首期 即是contract exchange day 那一天之后 都没什么要做的了 就直接等到去交楼之前那几天 就给了个尾数 尾数一般建议大家 去银行的柜桌做 带上本passport 记得就是要在completion day之前的几天 去下个指令 因为你过的那笔钱都挺大笔的 就有机会就不是一次过成功 如果你这个日子距离的completion day太近 如果不成功 给不到钱 是会影响到你收楼的过程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这一件事了 收楼之后就找人去验楼 做snacking report 发展商就会包头两年的保养 不过建议大家都是不要做那么多改动 或者是有场 因为如果做了这些 发展商是不会帮你做任何的warranty 另外如果有些单位你是想买 他又没放出来买 怎样做呢 你可以直接问发展商 可不可以预留单位 还有有没有人在排队去买这个单位 一般进取的方法 都是直接打电话给sales 去跟他建立关系 问一下什么时候会买 如果买就通知你 他们应该都会知道大约是哪个月份会买的 Exactly哪一天就未必知道 所以大家如果知道哪个月份开始买 最好是近期的时间就给个电话去 那久不久去烦一下他 问一下他就会好些 今集说到这么多 希望帮到大家的手 记住买新楼其实是很简单的 不需要找人帮你去买 省下那些钱 也不是少少 省下那几个%的钱 用来自己买一下家具 做一下装修 或者请我吃一下饭也好 就不要这么懒 发几个email买一间屋 为什么要给这些钱别人赚呢 大家最近没看Facebook吗 有一家不知什么银什么画 什么银都出事了 所以大家小心点 打开 都 reactive 打开 当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接下来看看周边情况 首先就是冬气 没有冬气的问题 至于什么是冬气 如果吸太多 就会容易让别人发挤肺癌呢 不过又不用太担心 保持空气流通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看看它的地区 它都是属于绿色的区域 即是有些有钱人的区域 或者叫做治安比较好的区域 它的犯罪指数比国家标准的高一点 至于它的地理位置 你看到其实是近住 Birmingham, Leicester, Calvary, Northampton, Nottingham 如果去伦敦牛津那些都不是太远的 另外如果坐火车去伦敦 最快的话一个小时都会到的 还要是直寒 至于它的水质就是属于硬水区域 今集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介绍 喜欢的话可以给个like支持 如果有什么想知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拜拜 接下来 小林作品 太多了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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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